谈鹿蝶 三六四五零 主编线的二十四四 出海 剩定第一 肤料你吃过吗 你有什么小关的 在楼上里面就OK了 现学现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韩露体验 我现在是在北京郊区的沙地的河床上 我在开着Pangbody X3的UTV 给大家录这集节目 0.9T 172马力 四轮驱动 为了前轮现在带锁这个版本 这个车最大的设计理念 就是像现在一样 在各种沙地上驰骋 真的是特别的出火 二三十万的价格 你根本就买不到一辆 能这么跑的 普通的汽车 但是是 你在UTV上 你是可以买到 非常出火的 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价值 真的是太爽了 哈哈哈 哦 太爽了 哇 最近我给你切换到两句之后 还可以非常轻松的飘移 因为它的后轴是硬轴 所以稍微一个油就可以飘移 我给它切换一个两区 现在掉头弯稍微给大点油 直接就飘过这个弯了 后面大硬轴就是好飘 很好控制 非常好控制 它的这个悬架形成非常的长 所以基本上在这种地上 七八十公里的速度 车轮很难离地 真的是非常难离地 这也是它很爽的一点 你投资的钱就是为了买一个锁 我都觉得我就会让你买哈兰达了 钱购给就是要锁了 就给你很轻松的飘换一弯 就开这个车你就有 听不到的开装机节目的感觉 好我现在就到了大坡底下 现在眼前是一个交叉轴的坑很深 并且带有坡度 同时上面都是松土的 这么一个交叉轴的环境 普通的SUV往上开 就是包括木马人 稍微都挺费劲的 因为这个土很软 并且坑非常大 大家得挂上低速四驱 锁上前后锁之类的 才开上去 我现在直接搁在四驱的模式 这辆UTV的X3UTV四驱 直接就是锁了前桥了 同时后桥本身就是一根大硬轴 我挂在高速四驱 都不用挂低速四驱 就直接就能开上去 非常轻松 玩惯了这车你就不再想玩木马人 攀爬车了 别攀爬了一会儿啊 走 好 我们现在准备走 打硬轴啊 高速四驱直接上 走 好 现在上坡 跳起 高速四驱啊 直接走了 走 走 很合力 跳起 完全没有障碍 直接就上了 和这多轻松 666 所以呢 你就像我现在感受一样 你自己家 会有越车能力再强 但是你一旦玩上 优质这样的东西 真的就会上了 你就退不回去玩普通的车路 你看人家这高速穿越 没问题 攀爬也没问题 哪哪都挺好 我说快了就不想再走 好 好 我已经带大家看了 高速的沙地穿越 及攀爬这两种玩法 还有第三种玩法 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 就是玩泥巴 很多人受不了 我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夏天呢 我们带大家去了一趟 山西的卢亚山 半米多的大泥塘 去拍节目 我给大家讲一下感受啊 第一个呢 确实是比 一般的SV 包括最强的文化人 还开起来又容易一些 在大泥塘里面 毕竟它轻嘛 可以浮在这个泥浆上 再加上 轮子 相对来说 悬挂行程也长 基本上都能沾到泥塘的下沿 能沾到地的话 它就能在里面走 这是它好的地方 那问题其实也是一大堆 虽然它是很强 但它原生设计 其实并不是太利于玩泥巴 比如说呢 它的原厂的轮子 这个轮子并不是那种 人字纹的泥浆胎 在泥浆里面 太大的阻力 也会让它空转 挠地 所以这个胎 如果你想去玩泥巴 必须得换成人字纹的泥浆胎 再有一个呢 相对于一般的SV来说的话 开放的结构 所以满身满脸 满车里面全是大泥巴 洗车一两百块钱 都不是问题 关键你洗不干净 这个车现在坐椅底 还有很多的泥巴 都是夏天的 基本上这辈子 就很难再清洗掉了 这是干净的问题 再有一个 它的进气口 是位于主驾驶后面的 那个位置进气口 泥浆呼过去的话 很容易就呼到 那个进气口的位置 留下去 所以你想很爽的玩泥巴 你必须得把进气 改为两侧的高位进气 这样的话 就不怕枪泥枪水了 我觉得泥巴这种玩法 只要你不嫌脏 像我这样的 无所谓的人 这个比高速的穿越沙漠 及攀爬 更加的刺激 更加释放自己 彻底把自己跟大自然 一丝一毫的脏 融入在一起 也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玩法 泥地 刺激的玩法 咱都已经看完了 这车的静态 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谈资 包括我进行了哪些轻改 针对它自己的bug 我给大家聊一下 这个车 旁巴迪的X3 我这是2018款 带有前锁的 前电子锁 它的后墙 是直接一根大硬轴 所以那么容易飘移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间带有低速四驱 前面带有电子锁 所以一旦这个车 挂了低速四驱 锁了前锁 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强大的攀爬车 0.9T的发动机 172马力 数据真的是非常暴力 发动机通过皮带来传输 所以这个皮带是需要几千公里来进行更换的 这是它最薄弱的一个部件 这个车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它比一般的UTV整体来说大了一圈 长度跟宽度都大了 同时轮的因为比别的UTV要更宽 所以它在长途的这种沙地的超高速穿越过程中 这个车横向的稳定性就会很好 因为它更宽 所以它开起来更像是那些巴哈的赛车 在沙地上的感觉 几乎轮得不离地 它不离地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悬架整体来说很长 你看前面这根前悬架 这起码得有多半米的长度了 它的减震形成也得有个二三十厘米 后面就会更长 后面得有一米的一个悬架的长度 同时那减震的形成也得有三四十厘米的形成 所以这样好的一个减震系统 让它四个轮几乎是贴着地 在沙地上高速来开 所以这个车开起来就会很爽 并且是现在大家能买到的 民用的UTV里面最顶级的车型了 售价大概是二三十万的价格 这就是它的速车的基本信息 大家看前面我说的 仿佛速车非常完美 但是任何一个车都有它自身的bug 针对这些bug 我进行了一些轻改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改装的路线分为两个 第一个是解决bug 第二是改进性能 解决bug层面 这个车的原厂连杆都非常细 所以第一步 先把它的各种摆臂跟连杆加强 你看我现在前悬挂的下AB 就改了非常粗的AB 同时后悬架有六根拉杆 都改成了比原来起码粗了1.5倍的拉杆 OK 然后它的这些座 连接各种悬架及拉杆的座 都非常的薄弱 所以大家看前面的下面大黑块的座 包括后面 我在单独装了一个保险杠 那样的座 目的都是为了让连杆的根部的架子变强壮 否则的话 它之前那种很薄弱的环节 很容易撕裂 这是第一部分 有关于强化它自身的拉杆 包括各种各样的摆臂及摆臂座的这么一个工作 第二步就是改进它的功能 比如这车我顶上加了灯 因为它的主灯虽然很亮 但是照射面积不够 顶上加了灯 同时装了前杠 前面撞东西 前杠里面装了一个小脚盘 人说你这个车这么轻 为什么还要装脚盘 我装这个乌恩的4500磅的脚盘 是为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拿它拍什么样类型的节目 有朝一日就是它环境 自己一辆车 那没有车可救它 我还可以保底用这个4500磅的脚盘把自己顿住 所以这就是我的思考过程 同时呢 这个车的后面 你看啊 它奴装了一个备胎 及一个备胎的架子 这个备胎架子上面还可以再搁一个 复油箱的架子 或者是一个行李架 为什么要装备胎呢 很多UTV不装备胎 但是我一开始也不想装 去卢亚山 穿完大泥巴 下山过程中一转弯 这边有一个石头 就一蹭那个胎壁 这么结实的一个轮胎 就是直接干爆了 所以我就这回怎么着也装了一个备胎 人说你不用装 不用装 不不不 我已经经历过爆胎了 所以我必须得装一个备胎 这就是实际情况下的一个改装吧 接下来呢 人说你还需要改什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进气 我希望再加高一点 避免走泥走水进去 同时呢 这个封挡的位置 中间还需要加一个人字形的AB 来支撑一下 一旦翻车的话 顶部顶棚塌下来 因为你看中间这太大的一个面积了 这块是没有支撑的 我希望强化一下这个位置 外加上呢 我对于座椅可能也想强化一下 它原厂的座椅 轨道可以前后挪 对 适应不同的身材 但是底下的结构非常薄弱 一旦飞车落地的话 有可能座椅会 底下那个线位 那座椅就变成前后飘了 这都是基于它的一些改进及优化 好 今天的寒露体验就已经结束了 可能有些朋友说 哎呀 这二三十万值不值 我觉得呢 二三十万可以买辆汉兰达 但是汉兰达带给我的生活 我已经体验过了 在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现在投资了另一种生活 你如果不经历的话 你不体验的话 你也不知道 原来你是可以八九十公里的时速 在一个非常颠簸的戈壁沙滩上 在这开 而车内感觉不到太多的恐慌 及太多的震动 这样的感受 是你之前不曾经历过的 所以 你想让日子变得更加的有趣 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想奔向下一个追求的生活 当你财力物力允许的话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礼物 更大的奖励 OK 这就是今天的韩洛提验 谢谢大家